没有一定的改变 一会儿我们再介绍 随着主裁判唐顺奇的一声哨响 这场比赛已经是正式的拉开 武汉队呢是冲超的第一个赛季 在李铁指导的带领下 最后是第六 应该说也是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排名 先看奥斯卡的这个角球 打进去 在中路错进错出 有机会打门 哎呦 这是谁啊 洛佩斯吧 再来看一下啊 守在门前的是44号 安德森洛佩斯 这是前 现在有手爽弓这一下 武汉球员啊 就是显得 还是自信欠缺的一些看看啊 这一次洛佩斯 安德森洛佩斯带球 来了 一对三 打门 那可能洛佩斯 他既可以选择突破 同时又可以选择穿球 对球直径表象球门 哎呦 这自己的乌龙球啊 比赛打到第38分钟 场上的局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极其超级意外的变化 也只能这个时候鼓励自己的球员吧 再看一下啊 这个传球 这个球呢 其实是瞄着远端的李胜龙那个位置传的 但是呢 传的位置 一是靠近底线 二一个呢 防守球员也在第一时间是压 这是张华晨 第一时间压住了张华晨 抢到了第一落点 但是李超的这个投球解围 滑过一个很诡异的弧 长时间使用的进攻体系 这个其实对于各支球队来说 还是挺重要的 你亚太为什么越打越好 他这个赛季 他的几个外援 这一是都有来头 二 包围直接打一脚远射 这球正中门将下环 改变一支球队 或者改造一支球队 他还需要一个一个时间 但是加上 这一轮如果再赢不了的话 12场无胜 先看一下这球 横向的给过来 李文君打满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 上海海港队这边右路的进攻 然后最后把球转移到了 禁区的左侧 李文君一锤定音 将场上的比分再次改写 这个球啊 武汉队的防守空有人数的优势 但是位置感其实并不好 李文君的那一侧 已经是进入到了禁区 完全无人防守的状态 李文君的球打得也漂亮 这个角攻的部位吃得真 其实这个球难度还是挺大的 难度挺大的 角度已经很小了 541 想法很好 也不是不可以打 因为阵型他是死的 球员跑动各个方面制造空当 李文君横向的给过来 球进了 3比0 比赛打到67分钟 上海海港这边再下一程 这就是最简单的边中的配合 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有一点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了 边后位位置丢了 边中位补防也不到位 是吧 那这个时候传到中路的话 现在另外一场比赛亚太也是3比0领先 王志峰把这球给扑了出去 埃弗拉刚才吃的这张黄牌呢 是这场比赛裁判出事的第一张黄牌 人球分过 传中球 然后再送进去 投球攻满 洛佩斯 洛佩斯 还是差一点进球的运气 就是最后投球的这个精准度 稍差了一点 终于啊 海港队谁都能缺 唯独奥斯卡 这个不能缺 太强 球员间的距离相对来说比较短 比较短 尤其是有无论横向还是纵向 欧康这球 欧康这球 不行了 这个奥斯卡 刚才这球呢 他其实前叉的时机还真是很好 作为一个前锋呢 洛佩斯刚才很有技巧 他先往后后撤了半步 晃一下对方的防守 然后再突然 因为费尼巴切那边的主教练是佩雷拉 然后呢 替补教练 不是替补教练 先看一下这球 打猫 这球打偏了 他是一个左脚球员 这个球要换上右脚的话 对吧 拿右脚踢的话可能会更好 再看一下海港的防守 这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三个人的防守体系 有一个人的位置被带得靠前了 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反马提形的空档 这场比赛打到现在 说实话 武汉队都没有制造出这样的进攻的威胁 两支球队还都将会扮演着 接下来这个赛区积分榜判官的角色 各有一场对阵河北队 郑菇